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示屏 对不对 但是它却集成了处理器 音响 散热风扇等等 显然华为是想把它打造成你未来的工作站 从外观上来看 它确实也很有未来感 其中一点我非常喜欢就是 它的屏幕是可触控的 28.2英寸 4K全面屏 屏展比很高 AMD605800H标压处理器 金属一体化机身 反重力动态平衡转轴 隐藏的接口 加上多屏协同等等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用它了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上手体验一下 看看用它办公是一种什么体验 它现在已经成熟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来看外观 这一次MainStation X的工业设计还是比较有质感的 我们拿到的是深空灰的配色 整体大家会觉得比较偏商务风对吧 机身全金属一体化设计 背部只有一个电源接口 没有任何多余的开口 屏幕背面是华为的logo 而底座的侧面大家看集成了开关机按钮 和接口 还有C口有A口 但是没有SD读卡槽 像我们这样的媒体工作者还是要时刻准备好读卡器 这个集成度非常高的外观 大家如果满分10分的话 能给它打几分 继续来看外观 它的底座正面可以看到扬声器的开孔 这次也是和D-Wa-Li联合打造的低音喇叭 它的三个喇叭系统是有一个低音单元 两个被动辐射器 加两个全屏单元的2.1声道的设计 那我们来实际的感受一下它的音响效果 这个音响效果大家觉得能打几分呢 值得一提的是连接底座与屏幕的转轴 它可以单直调节0-20度复养角 因为它的整体外观非常的简洁 所以我把它放在我的桌面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一点 因为我本来的桌面非常乱糟糟 但是现在就非常的整洁有没有 就好像我也是那种有强迫症的设计师了呢 当外观之外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是被这块屏幕吸引了 92平占比的28.2英寸大屏4K加分辨率 它采用了悬浮全面屏技术 然后去掉了金属的边框 所以它在我们面前看就是一块完整的玻璃屏幕 是不是很像悬浮在后壳上的 最重要的是它支持10点的触控 屏幕大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28.2英寸也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工种的屏幕需求 小伙伴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也把两台一体机作为一个对比 28.2寸的华为一体机 这边是24寸的iMac 整体的对比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而拥有一个超大的屏幕的好处是 当你打开一个网页它能够显示更多的内容 当你打开一个表格的时候 它也一屏可以容纳更多的数据 而当你剪辑视频时3比2的比例 可以多容纳几条轨道 这个效率的提升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同时开启多窗口 因为它支持10点触控 所以在鼠标之外呢 你可以这样用手指操作啊 比如点击还有图片的放大啊 缩小窝啊 这个还是蛮爽的啊 尤其是省图的时候 可惜呢它不支持语音控制 另外还有一个小的细节点啊 因为它软件上我觉得并没有 对触控操作做软件按钮的适配 大家看手指点击和鼠标点击呢 是相同的图标 那如果能区分开 让我手指点击的时候面积更大一些 我觉得体验会更好 接下来看看性能 我手上这台华为Made Station X 搭载了AMD的7纳米锐龙5800H标压处理器 8核心是6线程 显卡搭配全新的AMD Reddit Graphics 标配16GB DDR4运行内存和512GB的固态 那我们还是来客观跑分看一下 我们实际测试处理器跑分的结果 Cinnabinx R20跑分是4241分 那3D Mark跑分是1338分 其中显卡分数1177 CPU6040分 接下来是硬盘读写速度测试 读取速度3495Mbps 写入速度是2430Mbps 然后呢我们也用游戏软件来测试一下 打开露啊露 开启最高分辨率和最高画质 帧率在90帧左右 体验过程中还是比较流畅的 没有发生卡顿的现象 整体发震在40度以下 主观感受风扇的噪音并不大 所以日常来打打游戏是没有什么问题 OK那作为视频工作者 我们肯定也会在意 它的视频剪辑的速度和情况 我们用相机拍摄了10分钟的 4K 60帧的视频 那么在软件里面 加上一些简单的转场啊调色 在导入素材预览和回放的过程中呢 都是很流畅 没有什么卡顿的 那我们接下来也看一下 它们的导出时间 OK在我们的试用中呢 感受到的是Megas Edition X的性能 它是可以满足大家日常的工作 轻度的游戏没有什么问题 那平常如果你想剪辑一些 L080P的视频 或者小视频也是OK的 但如果你想重度剪辑4K视频 这种对显卡性能要求很高的 这种工作流 那它的渲染时间会比较长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深度剪辑 但是日常使用的一些小视频剪辑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我之前其实也做过很多关于像 华为的平板啊手机啊笔记本等等这些 关于生产力的部分 那其中呢像多屏协同啊智慧互联 也是我自己使用完之后特别推荐 然后我根据大家的反馈来讲 也是好评率比较高的 那么这些亮点当然也被集成在 融入在这一款Megas Edition X上 比如说手机的互联啊 多屏协同肯定是妥妥的有 在Megas Edition X上点右下角的电脑管家 大家就可以连接手机和平板了 那开启之后也可以一键开启热点备份 手机相册视频文件 并且呢文件管理可以直接查看 手机上的文件等等 另外啊一屏三窗口确实可以带来很多方便 比如说你可以同时打开你的 Go软件啊聊天软件等等啊一目三行 这看起来效率就更高了 那如果你说哎我就是特别着急 或者一个临时的需求 我并不想把手机跟它多屏协同起来 我的手机上的素材还能不能快速传可以的 啊大家看那个键盘上啊有一个区域 你只需要在你的手机上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 往这轻轻一碰 哟哟 这个照片就从手机飞到了你的电脑上 那第二个呢就是与平板也是可以互联的 这个Megas Edition X呢同样是支持连接平板的 有镜像扩展共享三种模式 那在镜像模式下 你可以用平板同步来观看电脑的内容 那拓展模式下呢是可以把平板 当做另外一块副屏来用啊 虽然这块屏已经够大了 共享模式呢是可以在两者之间 拖拽文件就可以共享了 而除了这些跨设备互联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功能就是智慧键盘 这次的键盘还支持指纹快捷的解锁 键盘上还有之前我们就介绍过的 比如智慧语音键 目前可以识别方言英美日韩语翻译 都是可以直接语音输入的 键盘上还有一个内置NFC感应区 多倍协同或者传输文件 可以通过触碰键盘感应区来连接 而且是跨设备互联呢 在我们的日常应用中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大家来看哈 假设说这些设备都在你的这个办公的场景当中 那另外呢你的同事之间如果也使用的是这样一套的设备 那你们在之间的互联互传就完全实现了无线化 就是比如说我想从手机传到我的电脑上面碰一碰 或者多片线通就可以了 那我的平板跟我的电脑之间也不需要再插连接线了 那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办公方式和我们的生活工作的方式的 这一点可能是这一整套设备或者说这个一体机带来最大的一个改变吧 OK那总结来说呢Mina Station RX呢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一体机 其实它的出现我觉得还是蛮兴奋的 然后它的特点相比于其他呢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整体的外观设计然后非常商务范 然后就是这个可触控的大屏幕一定会吸引到很多的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它的多屏协同和跨设备互联的功能 那就让它变得尤为适合 如果已经是华为手机的用户或者MatePad的用户或者MateBook的用户是可以考虑的 那即便是作为一个单品来讲的话 它是蛮适合放在我们的办公桌 然后以及如果你在家里想买一台台台式的电脑 想要一些简洁的功能让你的桌面更好看 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OK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看单品还不过瘾 还想来看一下在横向 那么它与其他几款一体机的对比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弹幕里扣个一 我们在后期再给大家做更详细的测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上手体验的全部内容 我是Eva这里是Eva的科技生活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留言下方 或者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我们一起聊聊科技聊聊生活 我是Eva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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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